内治法又可分为变病论治与变症论治 变病论治是针对不同疾病症状通过药匙之成分来进行差异性治疗 以达到从果解除症状的目的 变症论治是针对不同体制的病人通过药匙之药性来改善病人体制 以达到从因改善体力的目的 此与原始点的变因失治是相同的 这里又提出两个专业名词 也就是在内治法比较专业 有些人都会听到变病论治与变症论治 你们听过这种专业的术语吗 这个一般人如果没有想要再深入医学的话 其实不听也可以啦 但如果对医学有兴趣这个比较着重在理论 变什么叫变病论治 你有什么病我用什么药 譬如你高血压我就有降压药 你血糖升高糖尿病我就有吃了这个药 它就可以降血糖 你水肿我给你的药就直接可以怎么样 利尿解决你的水肿 你有疼痛我就用止痛剂给你 来达到从果解症的目的 所以你有什么病 我就发展什么成分然后制成西药 来影响组织运作达到这个目的 从果解症 所以变什么病用什么药 那这样很显然这个是西方的思维 还是东方的思维 这个很明显就是变病论治指的 就是西方的思维了 所以他们没有所谓的变症论治 因为变症论治那个症是体质 变什么体质用什么药 了解吧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指的就是 东方的思维就是中医的思维啦 简单讲 那中医就是你有什么体质 那我用什么药来改善你的体质 然后你体力够了 自然能够修复体伤而解除症状 达到一劳永逸 根治疾病的目的 这也就是变病论治 所以然后要改善体质 当然体质改善了 体力会不会增强 会 会恢复了 而体力也会变好 所以达到养生保健的功效 但这里又提到 这个变症论治 这是东方的思维 那辩证论治我说这里跟 辩因失智 有没有 是相通的 辩因失智指的是什么 刚刚才讲了那么多 这是原始点的特色啊 原始点才在辩因啊 有没有 不是辩证耶 症不 要不要变 体质要不要变 体质不用变的啊 体质所有人都是偏 寒多寒少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变因 也就到底他 比较偏向热能不足 还是偏向体伤严重 有没有 所以在处理上就会有怎么样 就会有不一样 如果热能严重不足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先温敷啊 和内外热源先上啊 然后才按推嘛 对不对 那如果他只有体伤 没有热能的问题 那我们就先按推就可以了嘛 是不是这样 所以 这个辩证论治 跟我们的辩因失智 里面看似一样 都在从体质 调整体质之后达到 影响体伤而解除病症 对不对 解除症状 但是里面含义是不一样 因为辩证 它有含性体质热性体质 变因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 变因直接辞职 那个因就是体伤热能不足 直接就点出了 所以变因跟辩证 两个事实上 同中还是有一点怎么样 不一样 所以我特别把它提出来 要不然我不讲 你们可能也读不出这种味道来 那论治跟施治 也有不一样的概念 为什么我这样说 论治是 我变完体质之后 然后才开始来谈论 我们应该下一步要怎么治疗 对不对 但是原始点不是这样喔 它变出到底是热能不足 或体伤比较严重的时候 它直接就治疗了 因为它是诊疗一体的 所以直接就施治 不用再谈论了 了解吗 连谈都不用谈 直接就施治 是施移治疗 而不是在论治 论还要在谈论判断 不需要了 那两个层次有没有一样 如果你认真想 不一样 所以这里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 原始点它真正的特色是 变因失智 以前没有变因失智这个概念 是在原始点里面 独特的发展的趋势下 才产生的一个 新的专业名词 而不是我故意制作的 就是一路这样做下来 真的我们就是变因失智啊 我们没有在谈论治疗 不能说变因论智 那还要论吗 就你说哪里痛 我就直接治疗 还在论什么 对不对 不用了 这个是虽难相通 但里面涵盖的好像还是有怎么样 同中有异 但是绝对跟变病论治的思维怎么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跟中医是比较相通的 那更显然 本来就是嘛 因为中医是一针二就三用药 那我们是怎么样 按推原始痛点内外锐 也是这么理论是相通的 那所以在思维上是比较一致 好 那我们进一步再来看辩证论治的说法 在辩证论治中有虚实寒热之变 其中虚实之变是为了变体力之强弱 以变体寒之程度 故属辩证 寒热之变 则是为了依体寒之程度 以选用温热性药物 并确定其剂量 同时避开寒凉性药物来改善体力虚弱的寒性体质 故属论治 不可误以为 寒热之变也属于体质变症 就是中医是相通的 也就是我们如果中医能够厘清一个问题 所有的体质 只有寒多寒少 那我们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认为辩证 如果以虚实 因为中医有辩证八纲嘛 那阴阳表里我们就不谈 我们就以虚实寒热来谈 那虚实 虚就是体力虚弱嘛 这个一定是寒嘛 那实就是体力比较强壮一点 外表比较壮胜一点 假设以这样来看 那这个体力 就从体力强弱就可以看出来 那我们体力强弱可以看出什么 体寒程度有没有 我们在便衣里面已经讲 因为热能反应在外的是体力嘛 那从体力的强弱就可以反应 看到里面那个热能的怎么样 胜衰嘛 它到底是够或不够嘛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从虚实来看 这个跟原始点是一致的 所以辩证八大纲的虚实用来辩证 跟原始点的来辩体寒的程度 原来是一致的 那从另外寒热方面 我们就要提了 为什么叫做辩证论证 辩证虚实可以辩证 那论证呢 原来我认为寒热不是在变体质 如果正确的应用是用在变药性 这个药到底是寒的还是热的 为什么要变 因为我知道寒的我就离开嘛 我不要吃寒的 因为我知道身体要恢复 一定要靠补充外热源嘛 内热源嘛 对不对 那内热源很明显的 我要显用温热性药性 那我一定要知道它的药性 所以寒热应该就是变药性的药性 而非在变人的体质的寒热 不是这样 所以我这里特别提出 所以辩证虚实是用来辩证 变体质 寒热是用来变药性 那这样就跟原始点完全怎么样 一致了 好 这里厘经了 所以中医我才说 原始点是可以从中医这样 然后把很多思绪再进一步理清 也就是它既是中医的继承 也是中医的什么样 创新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段 生活中常利用药室之寒热偏性 来调治疾病 从医疗保健的角度深入分析 寒良性需要 虽可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具有治病功效 但应会消耗热能 甚至减弱体力 所以它是变病论治 从果解除症状 并需以体力上加为前提 其重点在成分 而不在药性 故属医疗 由于含良性食物 不能有效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以解除症状 因此不属医疗 这里喔 这一段就是承接上一段 我们为什么一再谈含热 我们说含热是在变怎么样 药性嘛 好 那含热 这个药性变出来 我们很多含热性的食物 在生活中 对我们身体就有影响了 对不对 所以也有人利用这个药食的药性 来调整我们的疾病 中医就是最明显了 它就是在变我们的体质之后 然后用不同的药性来改善我们体质 所以这样在日常生活中 利用这个含热偏性 调治疾病非常多 那中医是最擅长的 那我们从医疗保健的角度来看 其他可以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我前面都讲过具有治病功效 但唯一一点 它是偏热的还是凉的 含凉嘛 所以它会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会消耗热人 然后甚至会影响体力 所以人家讲 为什么药有三分毒 我认为真正需要的毒 就是毒在含凉 长久吃下来 如果你体力好的还没问题 虚的人越吃越虚 然后以后症状就更多了 所以差别在那 所以它会为了影响组织器官的运作 所以它从一个药室里面 它重视的不是药性 而是重视什么 里面成分 因为成分提起出来 然后集中之后 它可以影响我们身体的 组织器官的怎么样运作 而达到重活节症 所以它会走向医疗 我这个我们前面也讲 但是有一个问题喔 不是含粮都有医疗的功效喔 譬如含粮性食物 有没有这种功效 没有 因为含粮性食物 它含粮性食物 它没有特别提起成分出来 然后再研发制作成西药 所以它达不到怎么样 立即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来达到从活节症的目的 也不要说从活节症 它也没有办法重阴节症 了解吗 所以它不能成为医疗 也就是含粮性食物 不可能成为医疗啦 所以哪一种食物你说拿来 就说这个有医疗功效 你这样一讲还会被抓去关耶 夸大疗效有没有 这个是犯法的啊 所以含粮性食物绝对没有 但是以我们来观察 其实还是有几个特殊的 含粮性食物 你看嘛 我们说含粮性药是中药 就有几味药 它没有特别提起 但却有真的治病功效 但是我只说少数喔 譬如大黄 大黄盲效有没有 很明显你吃了 一定大病就出来 那吃多了就拉肚子 是不是这样 任何体质的人吃了 都有这样的效果 那表示 诶这个东西特别有那个什么 药效 诶就成 它呢那里面的组合 特别会影响我们组织怎么样 器官的运作 而达到 它要达到的目的 因为吃大黄不可能怎么样 止咳 但是只有力大变 就是这样 每个人吃都是如此 那跟西药有没有一样 有 西药就是吃了 就影响某局部的组织运作 而达到它要的目的 那中药也有 但是这种情况多还是什么 非常的少 所以我才直接讲 既然那个特例 不能当作一般例子 所以我把中医 当作改善体质 从体质来改善 而不谈它这个中药具有 治病功效 走向医疗 所以 这个真正能走上医疗 只有中医的诊嘛 我说才能解决病症 是这样来的 那需要着重在这 但是含良性药食 完全没有 你看哪一种食物含良的 你吃了马上 组织就开始转变了 几乎没有 除非含良 几乱的人吃了真的就拉肚子了 有些拉肚子 有些肚子痛就不一样 那不一样就不能说 它有特定的功效 好 那我们把后面的也念一下 温热性药食则不同 它可以改善热能 增强体力 虽不求治病之功 却可受因变果转之效 达到间接治病的目的 所以它是辩证论治 从因改善体力 适用于所有体制 其重点在药性 而不在成分 固属保健 好 所以 这里是承接上面的 温热性药食 它有这样的功效 所以它是辩证论治 能不能说它是辩因失治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说它是相通的嘛 所以我们只是说 现在原始点还没有 大家很了解 大家只知道辩病论治 辩证论治 很少人知道辩因失治 所以我这里没有特别强调 事实上它就是辩证论治 也是涵盖怎么样 辩因失治 两个是一样的 那都是要改善体力 那重点在药性还是在成分 药性它不会走向成分 所以两个是 所以我常常说 哎呀真的是东西方的思维 就从药性跟成分 还有组织运作 还有热能的改善 然后一路分出来 这个真的就是这样 那你看西医重视解剖血没有热能 难怪就一直在组织运作方面怎么样 下功夫 那中医没有那个就是 科学仪器来辅佐早期啊 古代哪有啊 不能抽起它的成分啊 所以就慢慢走向怎么样 药性 然后来改善热能 而走向保健之路 好像时代所趋吧 那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 西医是拜科技进步 然后慢慢从成分下水 好 那这个日常生活中 含热性的一些食物 对我们影响大不大 非常的大 那我们开始来讲了那么多 就是要把很多养生的概念 做一个总结 简单讲前面都是在布局啊 有一点相装五件 意在佩工 下一段就是准备吧 讲了那么多 我们如何来辨别日常一些 生活养生的概念的对错 好 我们来看下一段 时下流行的保健医疗之法 诸如碱性食物 未可改变酸性体质 生机饮食 未可保全营养成分 人造维生素 水果酵素 乃至包括疫苗在内的西药等 多数含粮 且皆聚焦在成分 而非药性 其中属医疗者 仅有除疫苗外的西药 疫苗即其余诸法其成分 既无解除症状之功 其含粮性 亦无改善体力之效 不仅称不上是医疗 也算不得是保健 所以无法将它们 划分为医疗或保健 而有健康或长寿的效果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概念 每一段都有它的含义啊 你看时下流行医疗保健脂肪 好 这里我们提了第一个 碱性食物 也就是酸碱平衡的概念 你们有没有听过 这个酸碱平衡它 它是养生保健还是属医疗 真正利用成分而达到致病的 只有西药 含粮性食物有没有办法达到 没有 那酸碱平衡是 西药还是食物 食物 所以根本就先把医疗否定了 它不可能是医疗吧 对不对 所以一般人对酸碱平衡 是用在养生保健 还是用在医疗 很显然嘛 现在时下的都是把它当做养生保健嘛 对不对 但是 这里有问题了 为什么 什么问题呢 因为酸碱平衡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它说生病的人多属酸性体质 有没有 所以要多吃碱性食物来综合它 那为什么要综合它 综合的就是 因为它生病是因为酸性引起嘛 酸性体质是一 生病是果 那我把因改变了 果就改变了 它们的思维是这样 所以它们目标是准备要什么 治病 不是要养生耶 对不对 所以你生病的人 就要多吃碱性啦 但是你知道碱性食物里面 它们鼓励吃水果 水果几乎都是含粮的啊 那还叫很多强碱也是含粮啊 比如柠檬水 有没有柠檬 很多人说 哇这个生病的人要多 我 有一次也是啊 在飞机上看一个重病患者 我问他 你为什么要喝柠檬水 他说 我乳癌啊 手术了 那 我说喝这个会帮助吗 他说有啊 我一定酸性体质 所以我要多喝嘛 我一听喔 都已经喝到脸色苍白 还要喝啊 这个可危险 那就是怎么样 他不懂得药性 他就是受了酸碱平衡这个影响 那酸碱平衡谈的是什么 成分还是药性 其实是成分 那成分就是要治病啊 所以西方思维 我说没有养生的概念 所以你一听 这个绝对不是中医的思维 这是西方来的思维 中医的温补药啊 比如补中益气 食前大补八真汤 贵妇帝王丸 这个才是温补药 这个才能养生 所以酸碱平衡不能养生啊 那他又不能称为医疗 对不对 很明显嘛 含量食物 他怎么可能达到医疗的功效 不可能 那好 他们又说 传来东方社会的世界的时候 他们又说 这个是养生的概念 那养生是含量的 怎么能达到呢 这个我们一听就知道 真的有问题啦 所以他这个不能酸 那这个是不属医疗 也不属怎么样 保健 一看就知道 那为什么 西医没有保健 那他们自己说 含量食物也没有医疗功效 传来中国也好 台湾也好 或东方世界各地 这个很畅销啊 结果竟然他也达不到 两者都达不到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生机饮食 我们刚刚也放给大家看 我早期我太太也是因为 重病的时候一直吃生机饮食 好 那既然是饮食 它有没有医疗的功效 一定没有 先排除 饮食不可能有医疗功效 只有需要才有 对吧 好 那这样说来 我们为什么要吃生机饮食 是为了养生保健喔 对不对 一定是嘛 你既然说它没有医疗功效 那就是准备养生保健 但又不难 因为很多重病的人 都在吃怎么样 生机饮食 以为生机饮食可以致病 因为它里面 谈的就是 你为什么要生死 因为不要煮太久 可以保持里面的什么 营养成分 那这些营养成分 对我们的疾病 就会有帮助 成分耶 成分就是准备要怎么样 治病耶 那治病只有西药油 这些怎么会有 所以它既有这样的 说要治病 那他们西医说只有西药油 你这些其他都不能说有 治病功效 那只好他们说养生 但养生又含量 又达不到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出展 怎么样 这个是东方的思维 还是西方的思维 中医没有这样的理论 说里面不要煮熟了 让这个成分 里面的成分能够吸收进去 没有这样 从来没有 因为古代没有仪器嘛 所以很显然 这个也是西方传进来 但是它既不能达到医疗 也不能达到怎么样 养生保健的功效 我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 好 再来我们看 人造维生素 也就是维他命ABCD啊 这一类 你们有没有在吃这个啊 那你们在吃的时候 是在当医疗用还是保健用 当保健喔 那就有一个问题啊 他又强调ABCD的重要 比如你眼睛不好要多吃维他命A啊 你消化不良要多吃B勤啊 有没有 那不是在谈治病 又是谈什么 所以他根本就是 你说这个如果是在养生 这些维他命ABCD 我告诉各位都是偏寒阳的 不是温热 那他不可能改善热人嘛 那所以达不到保健 那又谈成分 那西医又自己说 这个东西不是需要 所以达不到医疗 那很显然他也都不是 量着那都不是 就是越吃越寒嘛 好 酵素也是这个问题 好 所以一路 包括什么水果酵素 现在很多流行的 其实都是寒凉啦 我就不再一一批驳啦 好 那这个都是在谈成分 那所以酵素的问题 是东方的思维 还是西方的思维 原来也是西方传进来 但我们都接纳了 反正对与错 反正闭着眼睛全部吃啦 你们是这样吗 是啊 是这样 但是一点这个通通不是 如果说真正属医疗的里面 包括疫苗西药种种 还有前面几种 只有西医西药 能够称得上疫苗 其包括疫苗都不能 为什么我这样说 西医自己说的喔 你感冒了 要吃西药还是要打疫苗 当然吃西药 因为他说打疫苗是预防 未来感冒的时候 你现在打了可以产生抗抵 对不对 然后以后感冒了就可以怎么样 症状就可以减轻 这个是他们最基本的说法 那既然这样 等于你感冒不是打疫苗耶 是吃西药 那疫苗是自胃病耶 那如果以中医自胃病是什么 属于保健还是医疗 保健啊 这个中医都已经讲清楚了 自胃病就是保健啊 没有再说这个是医疗的 所以很显然 打疫苗这一件事 绝对是保健 那问题保健又有一个问题了 这个疫苗是热的 才有办法达到保健嘛 温热而妖性嘛 对不对 但很显然 这个疫苗是寒的还是热的 我告诉各位不只寒 而且比任何需要都还要寒 因为它从冷冻 然后又抽起出来 直接打进去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每年打疫苗都会出事 包括每年都会死一些人 然后还有人打到偏瘫的 有没有 植物人的 你们不信上网去查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极寒 所以台湾也是啊 早期说生出来什么 就要打什么 现在好像都开始有一点犹疑 因为出了很多 所以也在谈论说 是不是应该延后打 这些问题 那西医他们也说 哎呀感冒的人啊 不要打 有没有 孕妇啊不要打 甚至人比较虚的时候不要打 因为它极寒啊 疫苗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 等一下后面我们再谈 那我们一路看下来 真正能解决的 只有达到医疗功效的 因为它上面都是在谈成分嘛 那成分不可能会改善热能增强体力 我说成分会影响怎么样 组织器官运作而达到医疗 但是前面的几乎没有一样能达到 只有需要能达到 所以他们的成分既不足以影响组织运作 达到从果解症的目的 它的含量性也没有办法改善热能 而达到保健的功效 对不对 所以上面所举的这一些 它没有办法把它划分为医疗 也没有办法把它划分为怎么样 保健 那为什么要划分为医疗 医疗会带给我们健康 对不对 那保健会带给我们怎么样 长寿 延长寿命嘛 体力增强就延 所以它没有办法让我们怎么样 健康长寿 一种东西吃久了没有办法让我们健康 反过来它会造成我们怎么样 体弱多病 因为含量越吃就越虚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它达不到医疗嘛 所以一定是走向这样 它最后我一句讲得很白嘛 它没有怎么样 而有健康或长寿的目的嘛 它没有达得到这种效果嘛 所以它这些含量既不能当做医疗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越吃会让我们 体力越来越虚弱 同样的 它这些含量会消耗我们的热能 也会伤害我们的体力 那对于我们长寿达不到简单讲 反过来就是会让我们怎么样 短命嘛 这个 所以你们尽量吃好了 如果不想在世间活得久一点 可以尽量用它们这些思维 所以我才说我们是常常是怎么样 毫无理由的完全接纳 现在你看养生学都在谈 哎呀里面含有什么卡路里 含有什么维他命ABCD啊 但是这些你一这样分析下来 既谈不上保健 也谈不上医疗 那这个是啥东西 我就不好说了 那我们这里养生保健 中医是最强项的 结果竟然不懂得用 然后你看现在养生学都在谈这个 更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次呢 我告诉各位 比如现在西医因为壮大 对中医指指点点 比如说 他说 你这个啊 人生不能久尖啊 你们有没有听过 因为久尖了就破坏成分 我本身中医师 这种西医发表的论文 哇理论 我看了很沉重 那很多像台湾就好 很多中医师要拿到牌照的时候 他一定还要读西医 结果又经过西医洗脑之后 很多中医师也认可了 哇我到这里已经快气劫了你知道 为什么 你们要晓得哦 这个是不同的思维 因为他是用成分 西方的思维 然后就来影响整个中医的整个体系 理论体系 因为中医他发展的体系是着重在什么 药性 因为他以前没有仪器怎么会抽出成分来 所以他越来越发展的时候 从药性然后走向养生保健的概念来 但是经过西医这一讲 中医又被洗脑之后 那中医也在 啊对对对我们人生以后不要尖煮太久 还要那二三十分钟 三四十分钟就够了 但是这个你要想到 中医的炮制 药物的炮制 这个是中医 是一个精华 是一个很很重要的保障啊 我比如讲啊 中药的食物汤 里面有一个叫做熟地 对不对 熟地是温的 但是他如果没有经过久真久赛 他称为什么 生地对不对 是生地久真久赛之后 才称为熟地 那如果没有久真久赛 生地是什么性呢 寒凉 寒凉性 那寒凉性就不能温补了喔 所以你要食物汤 要温补一定是生地 要用久真久赛 改变他的药性 所以我们要久煎 久煎才能够改变他的性 这个是中医的特色 那这样才能够达到养生保健 现在好了 西医用成分之说 说你不能久真久赛 那我们也认可 那不是我们养生保健就不见了喔 而且更重要他在谈成分 那这样人生还有什么成分 能够比得过西药 那当然以后人家就更怎么样 西药就更畅行无阻了 当你保健没有了 那中医还能跟人家比 用成分来影响组织器官吗 不可能嘛 所以中医的特色是在药性 这个脚步没有站稳 中医会毁 只能毁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我看很多西医 一直不断在发表这样 那中医呢 没有一个人提出 中医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提不出来啊 因为他没有像我这样 一路做下来 把这个成分跟药性 分得清清楚楚 那什么是保健 什么是医疗 因为西医没有保健的概念嘛 那这样我们一听 就是如果听进去 那整个中医可能 所有的精华就毁了 所以我看到中医 所以我才说 隐隐作痛你知道 这个在发展下 确实是要指的大力的反思 中医炮制法是一个很重要 重点在药性 药性就是养生保健 养生保健可以带给我们 不只长寿 体力增强嘛 还可以怎么样 达到疾病 赶快恢复的 快速的恢复 所以有这种效果 好所以这两种 我说从一开始 组织器官还有热能层面的问题 就开始深深影响着 东西方医学的思维了 然后再一路发展下来 就变成今天我跟你们论述 所以外面的很多养生概念 在东方思维已经混淆了 是在谈成分走向医疗呢 还是谈药性走向保健 已经错乱 只能说错乱 那谁也不知道 哪一种是养生保健还是医疗 已经搞不清楚了 现在 我相信这里跟台湾应该差不多 就是很多养生专家 不是在谈中药的药性 而在谈什么 而在谈成分 里面含有什么什么什么 这完全是西方的思维 那中医最强项的是养生保健 西医没有养生保健的概念 竟然我们全部听了 那这个不是倒退回去的吗 好 我们继续下一段 温热性药食具有保健功效 可从因间接解除症状 但它为何不是像寒凉性西药那样 直接通过其成分来达到治病功效 我相信这句话是很多人想问的 就是为什么含凉性 它们从成分就可以直接治病 那温热性的药性就不能直接治病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一定会有这样的疑惑 那下面这里后面讲的 就是把这个概念说清楚 那因为下面的叙述写得很清晰 几乎你们只要认真读就可以看得懂 好 那我们一起来念吧 今以姜为例 先说明治病功效问题 当发烧烟痛 咳嗽痰多 用温热姜汤而痊愈 一般人就会认为姜具有退烧消炎 止咳化痰的功效 当痛经 小便困难 便秘 用温热姜汤而痊愈 则又认为姜具有活血止痛 沥水通便的功效 如此延伸好像姜具有各种致病功效 但这并非事实 就如同汽车没有 一切功能失效 加油后又恢复正常运作 此时能说汽油具有导航 音响 空调的功能吗 如果有只需买桶汽油 不就可以支方位 听音乐 吹冷气了吗 显然 汽油不具任何特定的功能 它只是一种能源 提供汽车运转所需的能量 是汽车各种设备 在此能量驱动下的系统运转 才展现出种种功能 同理 姜也不具任何致病的功效 它只是一种热源 帮助身体将食物吸收转化为热能 是身体组织器官 在此热能推动下的协同运作 才达到致病的功效 但如果忽略此身体热能作用 及组织器官运作 当病好了 就会误以为温热性药食具有致病功效 对致病功效的迷思即由此而起 再说明成分问题 比如用加热红豆袋外敷 可改善各种疾病 但如果是其成分有效 为何吃红豆却不见效 外敷时又何需先加热 再如经晒干炒过的干姜片 与鲜姜片的成分相同 为何疗效却不相同 用冷浮姜汤其成分不变 为何疗效不脏 骨加热后的红豆袋 跟姜一样只是一种热源 帮助身体将食物吸收转化 来改善热能 进而使体伤好转才能如此 并非其成分释然 综上所述 可见以温热性药食改善热能 使疾病痊愈的 使其药性而非其成分 或治病功效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概念 要不然早期我在 跟人家讲伤寒论的时候 我就问一些医师 我说那桂枝汤有 治感冒病毒的功效吗 所以说西人是当然我们有啊 我说好那桂枝汤它的服法 就有三种 他说桂枝汤里面如果吃了没有流汗 感冒没有好的时候 还要喝热西粥啊 那如果喝了热西粥汗出来 感冒好了 那是不是如果你说这样病好了 就有治病功效 那这样热西粥有没有治病的功效啊 可以杀西粥病毒可不可以 没有啊他们就不敢回答 我说如果你们还敢说有 那接下来他说如果喝热西粥没有流汗 感冒没有好 那接下来要盖被子有没有 我们以前是这样耶 温敷的 那如果盖被子流汗了病好了 能不能说被子有杀西粥病毒 治病的功效 哇这下来一问他们也不敢说啦 一样其实我们用温热性钥匙 不是太有治病功效 而是怎样补充一个热源给它 那补充一个内热源或外热源都可以 那只要这个内外热源它进去 慢慢体力恢复了 也就是我说的热能改善了 体力增强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组织运作 会 那组织自然去 会修复它的体伤 达到治病的功效 所以它没有直接的功效 它就像汽车的汽油一样 它没有影响空调功能 它没有啊 是加进去之后汽车运转 它的设备发挥作用 就像我们组织器官是设备 那我们吃了姜 它让我们恢复起来运作 才产生这样的功效 不是姜具有这种功效 所以你们读出来 应该这种意思吧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更好玩的 他就说奇怪张医师 我背红豆袋那么久 为什么人家说有感受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说你有没有微波啊 他说没有 他以为背红豆袋成分 就可以进去啊 就可以改善它体质 你知道 你们先别笑 早期台湾就有这样 就在宣称说枕头里面 有什么酸枣仁啊 茶叶啊有没有 然后睡了会安神入眠 你们听过吗 那就是成分之说 就好像睡了这些成分 就会跑到你头上来 那没有啊 它是一个热才有效啊 你没有加热 那个也没有效 所以卖了一阵子也没有 如果它是真的里面成分这么有效 那我们说吃红豆为什么又没效 那再来说你炒沙子 沙子炒一炒 然后装进袋子 然后温敷有没有效 一定是热有效还是沙子成分有效 一定是热啊 如果说沙子成分有效 那你拿沙子来吃吧 看看会不会有效 是很显然就是热 所以我们为什么热 可以改善热的 不管外敷内敷都是 是热这个药性来改善 不是成分 但它也没有致病功效 因为它是怎么样 让我们体力恢复了 然后身体自行运转 而自己治愈的 所以我们原始点 它一个特色就是 非常相信身体 身体本来就有治愈力 修复力 达到治病的功效 而不是那些温热性药食 它只是一个怎么样 善言而已 好 这里读起来都没有问题吧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段 此理记名 则用药了解或饮食养生 若要从因改善 以达到保健功效 只需善用药食之性味 从保养热能着手 而不必在意其成分 选方配物即可大为简化 反之 若从果着手 为求治病功效 就要强调成分 以对质不断变化的病情 所以选方配物或药物研发 就变得极为复杂 暗 此中所谓用温热性药食 不必在意成分 是指不必追求 所谓个别的有效成分 而不是否定药性 与成分的关系 药性虽不及时成分 但也离不开成分 它是所有成分整体合合的作用 所以 若从药食中抽体单一的有效成分 即失其整体的作用 就像树叶的光合作用 要靠液绿素 但单独抽离出来的液绿素 就失去这个功能了 人体的热能主要来自于食物 而不能有温热药性单独提供 如将食物比喻为燃料 则温热药性 犹如助燃剂 可减少食物消化过程中热能的消耗 含粮药性 犹如阻燃剂 会增加食物消化过程中热能的消耗 令虚弱者不堪成熟 故欲趋利避害 需善变药食之寒热性 其辨别规律 经多年观察重症重病患者饮食用药反应 总结如下 这一段就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既然说 药性可以改善热能 增强体力 对不对 达到保健功效 那药性怎么来变 我们每天面对这些食物 我们如何区别 我们吃下去的是寒还是热 你们如果从以前像本草备药啊 它里面都有药性啊 什么人生肝为苦性温 假设是这样 那你们每一个植物或药物都要怎么样 去变耶去备耶 那这个好不好备 我告诉各位很难备 以前我考中医师 那个每一个药味都要变备性 那备起来到现在为止喔 其实大概大部分都忘光了 很难记得 但有些根本没有写 日常的一些食物也没有写 那没有写你怎么知道 这个是温的是凉的 你们无从知道啊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觉得一定有一些规律 所以我花了好几年开始 研究这个问题 我说叫你们备很难备 很难备 那如何让你们很快就能了解 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药性 所以我最后发现 最有效的方式是从 从味道去变 从味道也就是 你如果吃起来啊这个是甜的 你几乎可以确定 这个就是寒 酸的也是寒 那这样一听到哇你们很多东西 你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比如说醋 醋是什么性 酸 所以它应该什么性 寒 寒 所以我们说寒的东西不能多吃 所以就不能多吃醋了 吃醋伤身喔 是喔 那你看柠檬这些 我说强碱 它是什么味道 酸 那很显然极寒耶 那个都是很寒的东西啊 好 那甜呢 甜为什么我也说寒呢 你看很多中医师也讲嘛 你感冒咳嗽痰多 不要吃甜的 要不然痰会更多 有没有 很显然嘛 它就是因为寒 那寒之后消耗热能 所以水分没办法吸收变化成痰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重病的患者绝对不能吃甜的 也是这样 那酸更容易理解 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望眉止咳 有没有 喔 看 听到眉止然后就不口渴了 可见它怎么样 清热止咳的作用喔 还有一句话叫做 闻眉怎么样 就会流口水 只要听到喔 就会流口水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我现在在说酸眉 有没有能流口水啊 有这种感觉酸酸喔 就好像我早期讲的喔 因为内眼睛就是说 听到酸眉喔 就会流口水 那站在悬崖断壁高处啊 往下看脚底就会酸 他就进一步问 他说欸 那照理听到喔 酸眉应该是耳朵听到 应该耳朵流口水才对啊 怎么怎么嘴巴在流呢 那眼睛看到很高的地方 照理是眼睛看到眼睛酸才对 怎么脚底也在酸喔 欸这个就是人的经验喔 欸以前接触到这种过去的经验 欸自然人体就会很自然反应出来 所以我常常以前就讲一个故事 我去温哥华讲学最后一天 就他们带我去玩 然后看过过一个吊桥 哇我只要喔往下看 我脚底真的酸起来 你们会不会这样 有些人会有些人不会喔 我知道 我特别酸喔 所以我很怕高楼往下看喔 过去生不到摔过几次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发现喔 不只人 他们有一条小狗要牵过来的时候 小狗不只足底酸 它四脚在发抖 连动都不敢动 主人一直拉 我才知道也连狗也会啊 所以那个是一个自然反射 但是这个很准 也就是你看喔 反应出来只要流口水的 一般都是寒 中风就好 口眼乖血有很多是怎么样 也会流口水 所以只要看到口水 那个一定是寒 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那甜酸这两味药 如果对重病 当然就要极力避免 你看我血寒的只有这两个味道 那还有接下来就是 肝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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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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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累积很多重病患者 他们的饮食方面 然后吃下去的感受 然后一一记录归纳之后 我终于才归纳出来 喔原来这个肝也是不行 重病患者长久这样喝也受不了 喔所以我终于确定 它虽然没有像甜那么寒 但起码它绝对是凉的 所以干属凉 那咸像酱油啊盐啊这些也是偏凉 我常常举例就是像庙会啊 那我们台湾那个庙会都会过火 赤脚过火 走过火 但是火上面都撒什么 撒盐最主要就是要降温 那盐本来就是寒的 寒凉的 比较偏凉的 所以如果重病那当然是少盐啦 好